很多还在打篮球 国中时期的陈永胜也不例外 曾经加入校队 练就一身厉害球技 不过他的篮球梦 非常的与众不同 肢体无感结合音乐的节拍 热爱篮球在身体上流动 所创造出的生命力 这就是他所爱的花式篮球 从转动手中篮球的那一刻起 就是梦想的开端 篮球运动大家一定不陌生 但是花式篮球在台湾 可能大家就有点不知道了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秋葵陈永胜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篮球故事 欢迎秋葵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秋葵陈永胜 余珊你好 你好 你小时候是怎么开始接触篮球运动 接触篮球的话差不多 差不多是说真正算起来是国中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刚刚有一部卡通叫灌篮高手 对那我从那一刻开始 才认识篮球 然后到现在 那是在国中的时候就有在打校队吗 或者是还是只是兴趣而已 一开始是兴趣 可是打到最后我觉得说 我好像时间不够 我想要更多时间接触他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早日起都在看书啊 或者干嘛所以我就加入篮球队 高中算是自己成立一个花式篮球队 班导体育老师或者是当时的科主人都很支持我 对做花式篮球这件事情 所以他让我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在练习花式篮球 然后大学就是体保 也是用篮球的体保 对然后当兵也是用篮球 所以篮球一直离不开我 包含我现在手上也是篮球 那所以你在国中的时候就接触到花式篮球这个东西吗 还是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他是叫花式篮球 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他叫什么 只是我觉得这样的动作我很喜欢 然后刚好我看到柳川峰 他在做一个转球动作我觉得好酷喔 而且学校老师都没有教我 然后我就自己想要学学看 然后一年发现真的还蛮酷的 从那一开始我就特别喜欢像是学校没教的动作 然后甚至你可以自己去发想 然后也可以搭配音乐所创造的 有些人问说 球魏老师为什么你叫球魁 对 对然后我就会先解释一下 因为差不多在08年09年的时候 我不晓得有些学生你出生了没 然后那时候也部偶像剧叫篮球火 对 然后篮球火他的技术指导 还有挂陈永胜就是我的名字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球魁 就是一个戴帽踢然后用一个口罩 然后因为我就饰演球魁这个篮球部分的替身 那当然因为陈永胜听起来 好像记忆点没有这么够 那干脆都叫球魁老师 然后学生也叫球魁直到现在 那你可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说 就是你刚刚说的花式篮球到底是什么 他跟一般篮球运动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跟街头的篮球或是以前可能比较早一辈人知道的 哈林篮球又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像是花式篮球啊 他是利用花式篮球的技巧 他有一个基本动作 然后结合音乐的节拍 以及你肢体的舞感所呈现的标准艺术 可是呢他的比赛模式啊 他不用像篮球或街球篮球一样 一定要在球场上进行 他不需要在球场上进行 你只要需要一颗球 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直接开始练习 开始进行这个文化运动 那当然我们需要DJ 他需要放歌的 可是DJ所放的歌全都是freestyle的 你事先都不晓得 然后我们要马上进入这当下 所以他是算是这种非常即兴的演出 而且他也不用投篮 他也不用得分 对那你刚刚所讲的 哈林篮球这些 他比较像是一场秀 他所有的过程 包含裁判选手 都是安排好的 然后当然篮球最终目的是他一定要得分 可是花式篮球的得分 其实他不是在篮框上面 它是在你的动作表现上面 所以最大的差别的是 他是个表演艺术 然后他是battle的模式 这样子 那我看你手上拿的这颗花式篮球 他好像跟一般的篮球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篮球表面上会有一些凹凸的地方嘛 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他这种球他叫做亮皮球 然后他跟一般篮球最大的差别是在他的材质 像这种材质他是有专利的 所以呢 一他不伤手 你可能做转球 他一下子要转上去了 手肘比较不会受伤 然后转得久 二就是他的光滑面 他光滑面非常好抓 不要看他这样亮亮觉得他很滑 其实他非常好控制 然后三就是他有各式各样的图腾 可以做变化 因为一般篮球就是长得印象中那样 对 但是你可以看我们生活 有各式各样的款式 然后呢 他最大的差别是 像是花式篮球 你全身上下 你都可以去控制这个球 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 然后呢 这种球 他是可以做 你可以踩 他也不会变形 是哦 对 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从小到大 篮球离不开陈永胜的生活 篮球带给他的快乐超乎想象 不过一直以来都是独自摸索学习 于是 陈永胜想把花式篮球的快乐 分享给更多人 在推广的部分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因为花式篮球在台湾 在那个年代 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就是大家都可能知道篮球 但不知道花式篮球 那你在教学的时候 可能跟学校这边怎么沟通 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通常我打电话去到学校问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有篮球队了 可是我是花式篮球 嘟嘟嘟 我被挂电话了 对 然后 我一直不断尝试这件事情 甚至跟他讲说 我是一个花式篮球脱光者 一直跟他自我介绍什么的 但是呢 他 始终都会被打枪 后来呢 我从方法里面 找到一些 比较有效率的做法 我就直接跑到警卫室 我就杀进去说 我要去找某个组长 那通常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警卫就会让你进去 可是呢 我到底有没有跟学校老师约好 我也忘记了 那一去的时候 马上就露出一个 你很真诚 你很热心 你多喜欢他 你就可以做出多大的事情 对 我就去 然后去跟老师说 什么叫花式篮球 老师你先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带着我的电脑 我的球 然后呢 可能就像刚才一样 转球 你会转球吗 你知道什么转球吗 那不会吗 赶快转给他 你很棒 手用力hold住hold住 对对对对 很好啊 然后呢 我会跟学校说 学生学这个 他是很快乐的 就像我一样快乐 因为快乐这东西 他不是只是靠说出来的 你可以散发出来 可是呢 我觉得我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下 我学习到很多 比如说与人在做交谈 或者是我如何要整理一个气话案 或者是我要怎么样 敢跟 可能年纪比我大的 或者是不管男生女生 或者他看起来很凶的体育老师 我要如何拿着球 跟他介绍我的花式篮球 这些都是需要 有经验的并且做好功课 然后那个时候 我才18岁 对我才18岁 然后大家都不晓得 花式篮球 对然后我就一间一间学校 慢慢去拜访去推广 然后去尝试做这样的课程 对直到现在 那你现在在那个大台北地区都有教课吗 对 对那你大概教了哪些学校 然后大概是什么年龄层的小朋友 对然后他们学习的状况 大概是 如果学生的年纪最小有三岁 然后最到差不多五十几岁 那有些都是爸爸带着小孩来 那因为小朋友他们练习的时候 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 协调性跟音乐感 然后他可以控制左手平衡 那当然一开始不会教很难的动作 比如倒立什么的这些 会慢慢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动作 会给他 那对你来说教国中生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吗 可能就是比较叛逆啊 或是什么的 国中生比较喜欢做自己 然后他做自己他觉得说他是一个小大人 对然后因为大家也经历过这种国中时期嘛 对裤子一定要不穿好 包包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啊这些 因为我就是想要做自己 可是呢 在他想要学花式篮球这件事情上面 我会跟他讲说 球会老师不是来管秩序的 对如果你想要学会 我跟他所做的这些上课示范动作 那你就有备的来 球会老师喜欢有企图型的学生 那当然了高中生他就格外听话 因为他知道他要什么 所以比较好教 球会老师的教学方式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会下来关心我们 问我们有什么东西不会 有什么东西需要问的 然后我们也会踊跃地问老师说 哪些东西是我们不会 我想学的我们会去问老师 老师的教学方式就是 你想学你问老师就会教给你 你要有企图心 你就是一个很好他喜欢的学生 他就会用心全力来教你所有的动作 那时候是在选社团 还不认识球会老师 所以当天知道就先回家问家里了 哥哥姐姐姐他们 然后他们就说 球会老师听话好像很帅 然后很厉害 然后就叫我来 然后刚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 会待那么久 然后就一直练到现在 一路上挫折难关 并没有交习陈永胜 对花式篮球的狂热 反倒加入了成长的养分 直到一次远赴日本 看到了眼前的一切 开启了另一种事业以及想象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到日本去参加花式篮球的比赛 去日本比赛我印象没错是2011年 可以讲一下这一次到日本去参加比赛的一些过程 跟一些趣事 其实这个比赛我的动机很简单 因为我以前不晓得什么叫真正的花式篮球 然后很多人会跟我讲说 你这个是就是滑拳秀腿的 或者是你这是技术篮球 你这像哈利篮球 但是大家跟我讲我都可以接受 只是我心里有一个疑问 我一直觉得说他不是 后来在高中的时候 网路上刚好有一次影片 他是日本人他在他拿这种球 我天哪他怎么拿保定球在做动作 他们也太强了吧 然后后来无意间看到原来他是一个国际赛事 然后他这个比赛是从2004年开始 那他上面刚好有一些比赛资讯 二话不说赶快订了机票飞过去 那当然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比赛 我的成绩非常的不OK 我在预选的时候就被刷掉了 可是我却很开心 我很快乐 因为我看到眼前这一切 原来它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答案 因为我差不多2006年的时候 开始在校园做推广 对可是推广到最后会发现一个问题点 就是可能学生他们高中一毕业了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所以我没办法到每间学校去做教课 我可能就差不多这十一间学校 不断去做教课的动作 可是一毕业他们就没有去玩花式篮球 然后我就三不准去问他们 关心他们一下说 为什么你不去玩花式篮球 你以前成绩还不错啊 你以前练得还蛮好 在学校也蛮多表演的啊 后来他们都给我回馈的是 因为他练了不晓得可以用在什么时候 没有舞台 所以我去日本参赛的时候 我决定把这些带回来 然后成立一个舞台 然后这舞台它就叫Bolo Time 然后让学生有一个 一个舞台 一个梦想 一个目标 他可以去追随 或者去努力 那Bolo Time 它是一个 台湾花山的公开赛 那比赛的模式呢 它采取Battle模式 就是会有DJ在放歌 然后DJ所放的歌是随机安排的 然后会有评审 那评审会透过你的动作完整度 以及你的流畅性 音乐性 然后你的难易度 然后最重要是你的原创性 因为我全身上下 你都可以去做发想 现实世界或者是一些卡通世界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崇拜的偶像 或是哪个人物呢 这一题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我 现实世界我喜欢的偶像人物 他可能是Michael Jordan 因为他是个篮球之神 他创造了一切 让更多人看见篮球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叫做白色巧克力 以前国王队的 叫这位 Jason Williams 对 他在NBA打球的时候 他其实饱受批评 因为他很多背后传球 很多花俏动作 然后通常只有highlight的时候 会看到他 可是他失误超级多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启发了我 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在一个空框里面 做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怎样做 怎样改变 那我国中的时候 刚好 当时很喜欢他 所以呢白色巧克力 启发我 在做一些创造的动作 发想的时候 我特别爱他 会去唱了他的影片 他的精神 这些 而且就算 因为NBA它是个 最大的舞台 然后有这么多人在看他 然后这么多人在攻击他 可是也很多人喜欢他 那我也想当这样的人 那你希望那个花式篮球在台湾可以 推广到什么样程度 之后 怎么样规划 跟推广出去 我希望 可能像是花式篮球对来说 他就是生活一部分 然后他让我很快乐 甚至他也让我很挫折 所有的情绪都是来自于他给我的 可是呢 这些一切都是成长 让我有现在的我 然后现在这样的心态 当然你遇到很多样的声音 不管好跟坏 我都会谢谢他们 因为就让花式篮球带给我一切 那我想做到怎样的程度呢 我希望说 让更多人明白 什么叫花式篮球 让更多的BOWER 更多的选手 可以得到更大的快乐 得到大家的认同 因为你要认识花式篮球 那我希望全台湾的人 都可以认识花式篮球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 透过BOWER TIME 因为BOWER TIME 有很多外国选手 他们都自费而来参加比赛 那当然我们的选手 也可以到国际上去做比赛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 认识花式篮球 我明白花式篮球它无法让我赚大钱 可是它可以使我很快乐 然后你人生当中 你只要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 这不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 那想做多大吗 它是个小众 对于很多人来说小众 可是它对于我的人生 它就是个大众 它就是我一切 就是手上这颗球